默示基督座谈纪要 关于侍奉神的话语 选段 让大家都知道 我是带领 我有这个身份 有这个地位 也有这个素质才干 能带领你就能供应你 能说出这话就要麻烦 怎么麻烦呢 你的方向错了 你办事没有原则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都得出偏差 你这个出发点错了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你就注重寻求真理 明白真理 明白意向真理的实质 掌握这方面的原则 这就对了 临到事处理问题 只要不出这个范围 你都能帮助到别人 人的难处都能解决 那你这个带领就合格了 但是 你只明白些道理 只是为了做这个带领 而装备一些道理 多听一些道 多掌握一些字句 给谁解决 给谁解决问题 你就讲一些道理 讲一些字句 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那你就没有做带领的实际 是个空架子 这是什么带领 这是假带领 你做不了实际的工作 假带领即使没有人揭发检举 但教会中的神选民生命不长进 问题越积越多 假带领也难辞其咎 也得被迫引咎辞职 你是假带领 不管位置多高 还是假带领 现在不管你能否做实际工作 是不是假带领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现在得赶紧追求真理 得注重生命进入 你个人有生命进入了 性情有变化了 明白神的心意了 能解决自己的错误情形 别人的问题也容易解决了 你明白真理 进入真理实际了 你还怕解决不了别人的难处吗 你也不用担心 能不能做好这个带领了 有真理实际了 自然就能尽好本分 就能解决实际问题 你得看透这事 如果你看不透这事 始终想守住带领这个地位 树立自己在神选民心中好的形象 那你的存心就错了 自然会蒙羞失败 你如果是喜爱真理的人 注重自己的生命进入 把人的野心欲望 错误追求都放下 不受这些东西挟制 那就能追求真理了 各项真理你自然都会逐渐明白 这样你帮助别人 就得心应手 没什么难处了 所以你别守那个地位 那是个空架子 没用 给你带不来什么益处 也不能帮助你明白真理 还能误导你做不少错事 另外还能让你走偏路 地位对败坏人类来说 就是个陷阱 但是这一关谁也躲不掉 都得经历它 就看你怎么对待它 这事用人的办法克制不了 背叛不了 就得用真理解决 真理能解决这些难处 你如果能寻求真理 就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如果你不会用真理解决 就是克制 背叛 有意念也背叛 有做法也背叛 有想法也背叛 就总这么背叛 这是什么方法 这是消极被动的做法 你得用积极的办法解决 就是用真理解决 把这事看透 先看看那些敌基督 假带领 他们追求名利地位 维护虚荣脸面的 种种做法 看清了之后就感觉到 哎呀 丑态呀 真是丑态 我是不是也有这些做法 就开始反省自己了 很快就发现 哎呀 这些做法我也不少啊 跟人家差不多 心里就有些懊悔 说 绝不能再维护地位 暴露丑态了 就立下心智 吸取教训 别再注重别人高不高看 你能解决别人多少问题 谁听不听你的 多少人心里有你的位置 心里总有这些东西 你就会分心 受到影响 追求真理的时候就少了 你把有限的精力 宝贵的时间 都用在追求名利地位的 野心欲望上了 结果没收获到真理生命 虽然得着地位了 野心欲望满足了 却没有生命进入 失去了圣灵做工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就是被淘汰了 受惩罚了 这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你选错道路了 如果你走到保罗那个程度 那你就是受惩罚的下场了 如果你还没走到保罗那个程度 即使扭转了 那就有挽回的余地 还有蒙拯救的希望 人信神不管存在什么问题 无论是追求地位 名利 钱财 还是满足个人的野心欲望 总之 所有的问题都得靠追求真理来解决 什么问题也绕不开真理 什么事都离不开真理 信神一旦离开真理 那就是虚空 追求别的都没有用 有些人就满足于尽什么本分 很光彩 很风光 让人高看 让人羡慕 这有用吗 那不是你最后的结局 不是最后的赏赐 更不是你的归宿 所以 不管尽什么本分 只是暂时的 不是永远的 那不是神给你的称许 也不是神给你的赏赐 人最终能否蒙拯救 不是根据人尽什么本分 而是根据人是否明白真理 得着真理 最终能否绝对顺服神 任神摆布 再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命运了 能做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 神是公义 圣洁的神 神就用这条标准 来衡量所有的人 这条标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你得记住 这条标准得牢牢地记在心里 到任何时候 你别想另找途径 追求别的不现实的东西 神对蒙拯救之人的要求标准 是永不改变的 不管是谁都一样 你只有按照神的要求标准来信神 才能达到蒙拯救 你如果另找途径 追求渺茫的东西 幻想侥幸成功 你就是抵挡神 背叛神的人了 肯定会遭到神的咒诅 惩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